第四季节目 上海七一冠 2016武林峰全球功夫圣殿 黄埔江盘盛装成现 全国票务专线 021-6048-4566 156-3888-1000 他们是中华舞台的最闪耀的巨星 武僧一龙 四神方便 中华英雄王洪翔 三位传奇 三段史诗 如今三位巨星首度连美出击 元月23日19点35分 2016武林峰全球功夫圣殿 上海体育馆全球首映 空前绝后的三巨头 武林峰 中国勇士飞跃万里 举世远征欧陆之脚 主场观众热情爆棚 出国选手战力激增 重拳重腿的擂台四杀 势均力敌的惨烈对决 在这个大西洋变 激情肆意的国度 国际勇士们将带来 怎样的视觉盛宴 我们是非战世界的中国勇士 武林峰环球拳网争霸赛 徒涛牙战 全新征程 迎风启航 国会上面 有金色的魂天仪图案 它见证了航海家们 环球探险和开拓新大陆的历史 坐落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文风貌 葡萄牙人热情喷芳 在中国人眼里 他们的足球最具有代表性 菲哥 塞罗 他们在绿营场上的舞蹈艺术 令人如痴如醉 而另一种激情运动 搏击同样深受葡萄牙人民的欢迎 此次比赛 是由WLF与葡萄牙赛事DFN合作 并在葡萄牙国内全程播出 武林峰首次出战葡萄牙 训练团队与运动员们 对当地的饮食 气候较为陌生 迟迟无法进入最好的状态 尽管如此 中国勇士们依旧在练习场上 拼搏训练 降重 力求让身心尽快地适应这个城市 赛前撑中方选手也毫不示弱 部分扑方选手在武林峰的擂台上 已是熟客 观众并不陌生 而在此次比赛的擂台上 双方的对抗激情四舍 加上堪称完美的主场氛围 他们拼尽全力 战斗力爆表 与之前在中国的客场表现 盼若云尼 近年来 武林峰在欧洲 不断开拓新的赛场 足迹已经踏遍德国 荷兰 英国 爱尔兰等 而此次葡萄牙之旅仅仅是个开始 期待明年的武林峰 再次踏上这片美丽的土地 这里是葡萄牙 我们是征战世界的中国勇士 稍后登场的是 57公斤级 陈启聪对约翰·贡萨尔维斯 60公斤级 王文凤对鲁伊·布雷西诺 94公斤级 唐飞对约翰·查帕斯 75公斤级 孙维强对法比奥特谢拉 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 葡萄牙战精彩继续 我们这是在葡萄牙南部美丽的阿布图菲拉 为您呈现 WR古丽峰首次走进葡萄牙的比赛 那么首先我们进行的一场 中国队葡萄牙男子57公斤级比赛 有请本场比赛蓝方来自中国香港 2014年WRFK57公斤级 健腰带拥有者 2013年亚洲拳王征马赛 57公斤级健腰带拥有者 有请陈其聪 今天登场的是中国香港的陈其聪 来自香港福德全馆 3193站7集中18分 3193年5月11日 最初的角色, 最初的角色, Joao Porta Chaves Gossalves 我是JoaoGossalves 我十二十三年了 我開始了十二十七年了 我叫Muitei 各位,不可以贏 我們會需要所有的支持 我和我的隊伍 我們來帶 Portugal去獲勝 好,Gossalves Gossa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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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 мира 最擅长的巨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他的对手约翰·贡萨尔维斯是来自葡萄牙本土的选手 训练搏击已经有四年了 后手的摆拳 前后手的轮摆 我们可以看在白色手套显着手比较大的情况下 拳法的轮摆的观赏性就会更强一点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属于法鲁大区 是欧洲非常著名 葡萄牙非常著名的美丽的海滨小城度假胜地 这个地方是面朝着大西洋 我们可以看到一上来这个陈启聪的这个启动速度明显不如对方快 好像是需要热身 而这个泰式的风格呢可能也是需要慢慢的打 但是在我们这个WF的规则上呢 如果你的这个进攻过于缓慢的话 特别是像这种泰式风格慢热型 会被这种风格比较快的踢拳风格压制 这个57公斤的这个级别 在我们这个五名风的擂台上并不是非常多箭 但这个级别在香港 澳门或者东南亚的这个级别 其实是非常强的一个级别 后手前手接顶膝 我们可以看约翰·郭纳沃·沃萨维斯 这位选手的这个打法还是比较明显的这种欧式风格 连击很明显 而且把自己的上身斜上斜下的面对对方 这样的话非常容易打出自己的这种外摆型的进攻 比如说后摆的摆拳 还有扫西 一个后摇闪 前手非常漂亮 我们可以看这个约翰·郭纳沃维斯的这个整个的拳路呢 前手的刺拳控制陈启聪的这个距离控制得非常好 而且后腿的这种扫踢或者是顶膝 也对陈启聪有一定的这种压制作用 到目前为止 陈启聪的打击效果并不是非常的好 郭纳沃维斯前腿的扫踢 比较约翰·郭纳沃维斯前腿 刚才后手的这个低位肌腹很漂亮 陈启聪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步子运用起来 不要站装 这个欧洲的X进攻是最喜欢对方站装的 如果有一个能站装的机会 他们的输出能力将是非常强 扫踢 脸色都是踢到了躯干上 后手的上钩 坚守的平勾拳 很漂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葛萨的这个供萨维斯的这个基本功非常的好 他的后手也就是他的右手啊 绝大多数都护在自己的这个面颊附近 这样的话 陈启聪打防反的话呢 如果打对方的右侧 对方的防御还是很成功的 我们看 又一次 长方护拼 布萨维斯后摆拳 在这场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比较典型的这种派式的节奏和这个欧式节奏碰到一起 在踢拳规则下的一种演绎 布萨维斯的把陈启聪堵堵在脚里 我们看陈启聪在对方进攻的时候呢 这种严手的动作啊 是这个下意识的就会出现 但是作为踢拳 特别是面对欧式踢拳的这种高密度进攻呢 严手呢 并不能完全起到很好的作用 最好的屈臂防守呢 我个人认为会在这个面对欧式进攻的时候会效果更好一些 陈启聪的这个打法全运用的密度并不太大 在这个前面的压制能力并不强 而扫踢呢 重击能力很好 牵制能力不如出一些正灯 把对方拉开 哦 对方的后腿飞吸 把陈启聪抵在了这个绳圈边上 陈启聪现在很被动出来 没错两个连击出来 一定要把步法挪出来 我们看陈启聪在面对对方的这种进攻 没有把自己的步子移出来 而还在站在这个绳圈上跟对方对拼 这样明显是不太明智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欧式踢拳呢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这种立体进攻呢 它的内围技术并不是非常的好 在带摔和内围上呢 不是非常的出色 陈启聪可以从这方面着力 虽然带摔在我们的规则中不被允许 但内围的压制能力呢还是很强的 如果跟对方拼拳呢 就要把步子移动起来 不要在站桩上跟对方拼拼输出 陈启聪现在跟对方对拼中 这个有效打击数明显不是对方 对方 不认识 如果在第三回合陈启聪依然找不到应对对方高频率进攻的方法呢 可能会落败在这场比赛中 我们看双方开始拼腿 陈启聪在拼腿中其实并不吃亏 但是如果对方的拳法密度出现了以后 对方的这个压制能力就体现了 我们看又开始 陈启聪这个时候一定要从角落里出来 而不是跟对方对抗 由于这个步伐的这个相对比较滞后 被对方压制了以后 我们看对方的身法和步伐很灵活 陈启聪的连续扫踢非常的漂亮 对方把陈启聪顶进来 打中近距离这样陈启聪的腿法 使用不出来了 对方的主要进攻路线 就是自己的这种拳法和顶膝 在中距离和中近距离 把陈启聪吃得死死的现在 你看陈启聪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移动 陈启聪这几次的进攻还不错 以腿法阳攻对方的躯干 用拳法去掏对方 如果按照这个态势下去的话 陈启聪可能很难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 对方的主动性 有效性 打击密度以及重击 都比陈启聪要高一些 在这里呢 我们这次武林峰走进葡萄牙的比赛呢 也是和这个Denimate Fight Night 这个合作的这样一个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在比赛中的这些选手呢 都是这个DFN的这个非常出色的选手 都是职业的这个体选手 对方这个背身是犯规的 裁判已经警告了 陈启聪漂亮 继续 非常漂亮 陈启聪的连续进攻 陈启聪复活了 我们看能不能 找到了这个节奏 陈启聪刚才的这一轮进攻 非常的漂亮 这也是在这场比赛中 非常耀眼的一个亮点 但是对方的这个有效打击 我们看对方的体能 下降得很快 陈启聪也许找到机会了 连续的进攻 在57公斤的这个级别啊 陈启聪力量不算小 但并没有给对方造成致命的击倒或者重击 陈启聪现在急需要重击 陈启聪就在这一块防守反击 陈启聪就在这一块防守反击 我这一块防守反击 谢谢 我叫陈启聪 这一次比赛我输了 因为从香港来这里太远了 要了整个多二十小时 所以我的体力比较没那么好啊 对手也很厉害很迷了 拳腿比较挺 这次输的 这次我会劳力的 最闪耀的巨星 五增一笼 四神方便 中华英雄王红奖 三位传奇 三段史诗 如今三位巨星首度连美出击 元月23日19点35分 2016武林峰全球功夫圣殿 上海体育馆全球首映 空前绝后的三巨头 首次走进葡萄牙的比赛 那么下面我们为您呈现的 这是一场中国队葡萄牙 男子60公斤级对抗 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 蓝峰来自扬州亚东泰拳 有请王文峰 我们发表演出版的 这边的歌曲 我们发表演出版的 这边的歌曲 我们发表演出版的 قي位 我叫桂勒乘 нали 我为人类的 匀 повтор vision 果然 又是我们了讨厌 中东 因此当时 文账 没有残 здоров 的人 也只是有很多年了 好像有些人 我不是想做的 我不是想做的 我只是想做一些 但是我现在就向他 在我的地上 我现在已经有事了 加入你和我处理 你和人带来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在为您带来的是 武林峰环球全温州马赛 走进葡萄牙的比赛 我们现在为您带来是一场 男子60公斤的自由搏击赛 同方是来自葡萄牙的 鲁伊布雷西诺 蓝方是来自中国的王文峰 我们从这个短裤上 蓝色短裤的是红方 戴这个红色边的是蓝方 鲁伊布雷西诺呢 这位选手呢 是曾经K1的这个欧洲的冠军 WKA欧洲的冠军 和WKA世界的冠军 2012年的 以及这个IFMA的欧洲冠军 这位选手可以说是非常有实力的一选手 王文峰呢 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是非常的陌生 王文峰的水平 技巧 发力速度都非常的不错 但是在抗击和这个身体对抗性上呢 是一直以来都比较的弱一点 我们看双方的身高 王文峰1米75 这个鲁伊1米73 双方的从一上来以后呢 鲁伊表示出来的这种这个搏击的弹性非常的好 第扫 有的时候呢 我们观众说 怎么样的这个技巧才算出现 一个是 肺动作比较少 另外一个在身体左右扭转的时候 可以利用这个扭转的力量去发力 在这个打击的这个命中点上呢 在平跟平时的训练打杀带的时候 那命中点是相似的 这样的这个进攻呢 就是比较有效而出色的 好 对方的一个拍击直接的平勾 王文峰呢 后手前手扫踢 这场比赛双方都是一个技巧对拼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这场比赛双方都是一个技巧对拼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王文峰的这个打法 我们看他的身体非常 对消瘦啊 但是打法很硬 前后手扫踢 这个鲁伊布雷西诺呢 身兼很多的冠军 这个选手也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一位选手 虽然是87年啊 王文峰是93 王峰递骚以后对方的拳马连击 扫踢没有打到 王峰目前整个的态势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稳健 前后手的打击 第一回合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有点喘不过气来双方的 前后手就低扫把鲁伊布雷西诺 看下第2回合王文峰的发挥 对方开始进攻了 我们看 双方的这个腿出的都很快 王文峰的联机 对方一直在压着王文峰打这样的话 王文峰反击 双方的这个拳腿互拼的频率非常的高 都是以这种直拳为主啊 王文峰接腿后的摔法 在这个WF的规则中的这种摔法是不会被得分的 双方的这个整个进攻的这个态势呢都是这种 以速度来换取打击密度这样的一个一个东西 重击或者大型的轮摆很少 对方两次前手刺拳 王文峰前后手 对方的前后手 相对来说王文峰的拳集中在这个前后手的平面上 而对方的这种进攻呢是比较立体的 王文峰的这个实际掌握很出色 这个拥有多个金腰带的对手呢 在王文峰面前并没有显示出有绝对的压制能力 夭在来 С fit in 数据 对方的解析 非常好 包括 川队 用20 armor 这位筹 对方一个跟你拼合 这些支到 你能听懂 前手的刺拳 前后手 好 这么多 对方这个大呼一声啊 现在给自己提气 连续的进攻 这个组合非常漂亮 我要从这角落里出来 扫踢 相对来说在打组合上 对方的这个柔韧性和弹性更好一些 王文峰的进攻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平面 而对方可以用自己的摇跨甚至侧闪 来进攻对方 谢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回合 第二回合的后半段对方的这个发力还是很充分的 我们来看 双方在突拼 我们看这个鲁伊布莱西诺的外号啊 叫这个皮特布叫斗牛犬啊 这个选手应该在打比赛的时候也有这股狠劲 好 直接动画出了 但是这股费出了 前後手接腿 正當 打踢 這個踢在了對方的身上 然後由於地面的失滑 往溫峰滑倒了 對方的後手接前手 滴嫂 比賽到最後的時刻 往溫峰的頂溪 對方的飛溪以後的後手上鉤 擊中了 往溫峰頂溪擊中 滴嫂 前後手 非常的這種連續的進攻 雙方在最後一回合 還能保持出這樣的體力 對方的這個抖抖拼空 擊中了王溫峰 王溫峰滴嫂 這場比賽王溫峰表現出來的 非常出色的能力 比賽王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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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溪 前後手的連接 低掃 雙方的體能看來都下掉的比較快 這場比賽王溫峰 游游移中的牵手平衡 在这个不反的运用上 对方要比王文峰要强一些 但是王文峰的这个整个的打击的稳健度还是很高 这场艰难的比赛打完了 双方打得非常的出色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裁判中意于谁 看这儿慢放 然后放在前后手 第一扫 对方接腿以后的后手直拳 结果 红方设 大家好 我是王文峰 我感觉这次比赛发挥的不是太好 但是我感觉自己已经赢了 最后裁判取他的手我感觉有点差异 这次比赛做得也很充足 来到这边也感受到这边当地的民俗 还有生活 还有生活风景都是那么漂亮 遗憾的是自己输了 我会再接再厉打好下面的比赛 请为我加油 稍后登场的是 九十四公斤级 十四公斤级 唐飞对约翰查帕斯 七十五公斤级 孙维强对法比奥特系拉 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马赛 葡萄牙战 精彩继续 他们是中华舞台的最闪耀的巨星 武僧一龙 四神方便 中华英雄王红翔 三位传奇 三段史诗 如今三位巨星首度连美出击 元月二十三日 十九点三十五分 二零一六 武林峰全球功夫胜典 上海体育馆 全球首映 空前绝后的三巨头 这里是武林峰环境拳风 中华赛葡萄牙战的比赛 在下面这一场中国对葡萄牙男子 九十四公斤级对抗 我们又请问上比赛蓝方 来自武林峰训练营 中国大炮 唐飞 中国大炮 唐飞 第五 cosine stressed 第五剧 然后准分之于 这一 morals 中国大炮 参决定 controversial 为了 就是 第七 第五 排除 总密集中 我一場比賽中,想有比賽。 五年之間,我做一場比賽中, 只是生意,而是三場比賽中, 最多比賽中, 全是雙方比賽中, 我整理了肌輯, 我駕駛的高級樂負責。 日本人聖旅行, 台瀑哥, 對小白 roster, 我做出最糟的天真正。 好 杀光 好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武林峰 环球全王阵马赛走进葡萄牙的比赛 我们现在在葡萄牙的阿尔布佩拉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男子大级别94公斤级的比赛 比赛双方穿着黑色短裤的是红方约翰查塔斯 来自葡萄牙 而他的对手是中国大胖唐飞 唐飞一直以来呢 在我们这个国内的大级别比赛中呢 也是一颗耀眼的新星啊 1米83的身高 90多公斤 实战8胜2负的水平 而他的对手也曾经来到过中国 我们看比赛一上来 对方的攻势很猛啊 这个约翰查塔斯曾经在武林峰的那台上打过一次比赛 完胜对手 我们看这次唐飞在面对对方的这种重击中 刚才出现了不适应 唐飞看怎么来扭转这样的局面 约翰查塔斯目前的战绩是14战8胜3负1平 可以说是跟唐飞类似的战绩 我们看从维度上看对方略大 唐飞身高略高 唐飞呢也是擅长这个重击的选手 而对方呢我们看到重击也很扎实 特别是在刚才的第一回合的对拼中呢 对方的这个重击给唐飞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这场比赛是这种重量级的比赛 双方任何一个时候 后手 唐飞被击倒了 被堵了一个八 那这样的话 如果唐飞想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必须要给对方一个重击 或者在三回合持续压制对手才可以 对方的这个重击能力真的是非常可怕 对方是WQ的这个金腰带 唐飞 唐飞的这个用左右的摆拳来击打对手 对方的B嫂 飞汐 唐飞94公斤的身体重在飞汐 中国大炮现在已经被毒了一次秒 被击倒重击了一次 没错 前手的斜上钩 这是唐飞应该做的 对方的前后手很重 低扫 而且一点都不觉得迟钝 非常的灵活 前手的斜上钩 团流 有点击 转身边拳 对方后手摆拳两次 永熙把腾腿顶在了绳圈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这在第一回合 举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飞这个时候一定要找到应对的方式 对方的这个摆拳特别是后手的摆拳 力量非常的足 转身边拳没打中 一扫 有一点滑倒 唐飞的这个脚踝上面的这个可能沾了水 对方低幅 对方的拳法还很细腻 唐飞现在一定要把这个拳路打开 而不是只用摆拳 唐飞目前并没有主动出动作 或者出重击 或者给对方射圈套 而是在等对方打防反 这样的话 让对方发挥出来实力的话是非常危险 就是这种原因的 这平时 在比赛中跟唐飞聊天的时候 我就觉得唐飞是一个庞然大物 而对方这个约翰查帕斯呢 站在我们身边就像一堂墙一样 前手凭空 对方能躲开 前手支拳 我觉得对方是在找机会 持与中击 唐飞刚才那个低头的摇闪很棒 前手机的后腿扫踢 转身的后摆腿 94公斤级的比赛 转身的后摆腿 后手的摆拳 后手 低扫 对方的低扫也很扎实 出了拳 在这个级别中双方的这个破坏里都是惊人的啊 在零声响体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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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了头顶的上半部分太阳穴的部分 唐飞弃拳了 弃拳了 那这样的话对方约翰查帕斯拿到了这场94公斤级比赛的冠军 用自己的重拳 唐飞现在放弃比赛是正确的 因为这个时候的头部应该受到了很严重的重击了 学员查帕斯也希望我们的唐飞能给我们在后面的比赛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效果 正确的 深厉害的 稍后登场的是 75公斤级 孙维强 对法比奧特谢拉 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 葡萄牙战精彩继续 是WRF武林峰 环球拳王争霸赛 首次走进葡萄牙的比赛 那么下面这一场 中国对葡萄牙 男子75公斤级比赛 又请本场比赛蓝方 来自武林峰训练营 孙伟强 这里是葡萄牙 我是孙伟强 下面是我的比赛 不要走开 孙伟强 我叫Fabio Teixeira 我叫Fabio Teixeira,我讀 32岁 我从南部的地区,我已经在14岁 我训练了所有的游戏 我训练了一件事 我训练,我训练不再忍 因为我打得更高 希望赢才能赢 我希望赢不更高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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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葡萄牙的比赛 我们现在在阿尔布菲拉为您带来的是男子75公斤级的比赛 红方是来自葡萄牙的法比奥特希拉 而蓝方是来自中国的黑色风暴孙维强 孙维强也是我们观众非常熟悉的擅长重击 打法非常的稳健 而他的对手法比奥特希拉本次也是在泰国曾经取得过金腰带的选手 水平是很高而且态势打法非常出色 在葡萄牙这个级别中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之一 孙维强作为黑色噩梦的孙维强也是更擅长这种打重击重打的方式 所以这场比赛一定是一个已经刻硬的比赛 我们看双方的全每一腿的打击力量十足 孙维强本人也是我们WF75中心级洲际冠军 孙维强的连接 对方的扫踢的力量很重 我们看孙维强怎么应对 孙维强的拳法是非常的好 而且在后手拳的力量是很足的 对方也是一个擅长力量打击 孙维强打进去 没有成功 从身高上的孙维强要1米78 对方要1米83 又比对方高一些 对方现在保持移动 而且是一个反价选手 那双方就看谁的后手后腿了 后手拳接前腿 孙维强后手集中 低头摇闪 后手摆拳 后手前手连击 击倒了 我们看 对方还能不能打 看来问题不大 我们都没有想到孙维强面对这么强的一位选手 孙维强连击 看能不能把战果扩大 对方应该是受到了重创 我们看 在同一回合已经被赌秒两次了 在我们WF的规则中 同一回合被赌秒三次 对方不打了 弃拳了 孙维强非常的漂亮 以绝对性的优势压制了这场比赛 非常的出色 孙维强飞色的噩梦 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秘 我们来看一下慢放 后手前手接后手 直接击倒了第一次 对方的扫踢的力量也非常的好 孙维强后手 我们看已经有一些猎气 后手前手 后手 第一代结果 蓝方舍 中国勇士飞跃万里 举世远征欧陆之角 主场观众热情爆棚 国国选手战力激增 重拳重腿重腿的擂台四杀 势均力敌的惨烈对决 在这个大西洋变 激情肆意的国度 国际勇士们将带来 怎样的视觉盛宴 我们是冲战世界的中国勇士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 突盗牙战 全新征程 迎风气航 全新一代 本期节目为您带来 全新制造 六十三公斤级世界功夫王者总决赛 迫在眉睫 严寒冬季 太拳王帕昆 降众将面临严峻考验 新战天下 中国勇士远征英国 全新规则 KTMMA比赛 白额尔敦仓能否完美收官 我是新人王 六十公斤级资格战 高松 周标 短兵向谢 冯亮 王雪涛 火力全开 精彩内容 近在武林峰之全新一代 十二月十三日 敬请关注 他们是中华舞坛的 最闪耀的巨星 武僧一龙 四神方便 中华英雄王洪响 三位传奇 三段史诗 如今 三位巨星首度连美出击 元月二十三日 十九点三十五分 二零一六 武林峰全球功夫盛典 上海体育馆 全球首映 空前绝后的三巨头 岁漠山城 武林峰再起硝烟 所有最闪耀的搏击明星 将集体登陆上海滩 他们将在这座中国最时尚的都市 上演一场空前绝后的搏击盛宴 元月二十三日 上海体育馆 二零一六 武林峰全球功夫盛典 黄埔将盘 盛装呈现 全国票务专线 零二一六零四八四五六六 一五六三八八八一零零零零 他们是中华舞台的最闪耀的巨星 武僧一龙 四神方便 中华英雄王鸿响 三位传奇 三段史诗 如今三位巨星首度连美出席 元月二十三日 十九点三十五分 二零一六 武林峰全球功夫盛典 上海体育馆 全球首映 空前绝后的三巨头 中华英雄